今天非常荣幸 在拉斯维加斯一个音乐俱乐部的展示活动上 向美国朋友们弹奏了 融入我自己创作表达的中华名曲《茉莉花》 首先我用英文介绍了这首曲子的历史 为《茉莉花》一 Kunst一 victim的印度 helps too much影響过 因此精英文 Ramadan 那么 천初宇斯先生们生活在《茉莉花》 下落湿的艺术 吟是席一番缺乱扬 在2004年,在在Ceremonies的Ethens Olympic Games中, 一位小女士寫了一首歌曲 在2008年,在Beijing的Olympic Games中 这首歌是真的一个称之类的中国 它是一种美丽的中国文化 一种美丽的中国人 and also,of course,as pretty as tiny women so today so today I'm going to share this song with everyone and I want to dedicate this song to our beautiful and lovely club to everyone,thanks for you all and I also want to dedicate to my dear husband thanks for your support and thanks for your caring and I also want to dedicate to my parents my grandparents and all my family thanks for their love 那么在弹奏之前呢我想 先介绍一下我对这首乐曲的 一个情感的表达 这首曲子的琴谱啊 它是六个声 几乎全在黑剑上 除了西以外 所以非常的符合我们中国 古代工商绝职语的音律 因此呢我对这首曲子的处理 我想更加的古风和 所以大家在听的时候呢 其实不必拘泥于江南水乡 雨巷里撑一把油纸闪 婀娜多姿的一个旗袍的背影 其实大家不妨想想大唐 想想李白的癫狂和王维的无奈 想想西游记里面 嫦娥那种温婉大气贤熟的那种风韵 大家也不妨想一想 玄奘西行路上 在沙漠当中 迎着风沙艰难前行的那份坚持 以及当他在佛光普照的时候 静坐时的那份超然 再想想我们中华五千年的历史 想想我们自己的人生 纵然跌宕起伏 哪有一帆风顺 但是我们从来没有放弃过 我们从不言败 从不退缩 我们总是底力向前 我觉得这才是我们中华魂 这才是外国人应该看到的中华风骨 所以我在处理这首曲子的时候 其实我是对原琴谱做了一些改编 尤其是最后一段 我融入了我自己的创作理解和情感 我想这也是我们每一个中国人 每一个华人应该做的 尽我们自己的力量 让中国在看见世界的同时 更让这个世界看见了解 懂得我们中国 感谢大家 希望大家能够喜欢我的这首弹奏 好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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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